翻名青岛别墅被拆除 依次亲自回家收拾行李 黄晓明此处也有豪宅 有媒体爆料 翻名一套位于青岛别墅被拆除 消息一处立即引起热议 决计被拆除的别墅名字叫做韩碧楼 可以说是青岛最有名的海边建筑 曾被称为海上庄园 他由国外著名设计师 耗时六年之久设计的 房间一直有传闻 每栋楼都价值半个亿 租住一夜甚至要十二万 超级奢华 翻名在这里买的房子 之前还有传闻是他和李晨的婚房 不过两人都回应过如今分手了 翻名不仅买过韩碧楼的别墅 同时之前还是他的代言人 曾经出席过相关活动 向网友大力推销过 有媒体透露房子之所以被拆除 是因为他对海边的礁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从曝光的视频来看 该别墅海上部分已经有多台挖掘机进行了拆除 3月15日翻名曾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过一段私拍视频 虽然说是自己齐天不洗头的事情 但西新网友还是从其背景发现 他当时所在的地方或许就是韩碧楼 因为拍视频时他在屋外 外边一片空档并不是小区住宅 无论是建筑风格颜色还是周边环境绿化 都和韩碧楼一角十分相似 对此网友纷纷猜测他可能是亲自去青岛收拾行李了 当然这仅仅是猜测 翻名本人并未透露相关情况 除了翻名之外 有人爆料 身为山东人的火晓明似乎也在此地买了房子 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时间回老家处理此事 前几日在成都宽窄巷被偶遇到拍摄新电视剧作品忙得不亦乐乎 安家贝贝也正式复工了 之前全副武装现身长沙 参加录制综艺节目 大家都很忙 无假顾忌 毕竟明镜都不差钱